太行深处的一座古老村落 居住的是盛唐哪位大诗人的后裔 我们这六四来和黑队怪公子老乡 生于河东为何后裔会隐居此地六百年 它里头还藏着我们柳家的一个宝贝 你能找到什么 神秘的柳氏民居存有怎样名震天下的三绝 也就是说咱们柳氏民居能够找到皇家建筑的影子 对不对 今天文理大发现就将带您去到微微太行深处的 近城沁水西门兴村 找寻一代大诗人后裔世代相成的聚居地 在山西微微太行深处隐藏了多少瑰丽多彩的文化宝藏 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传世故事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近城沁水县的一个深山中的小山村说起 千山鸟飞绝万静人踪灭孤舟梭梨翁独调寒江雪 故事的起点就是这首流传千年诗篇的作者柳宗元 小的时候学这首诗不太明白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境 比如说柳宗元的悲伤和寄疗 但是特别羡慕独调寒江雪的空旷 彭宇今天来到了是咱们近城沁水县的西门兴村 来感受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后裔的故居柳氏民居 那么柳氏民居到底有怎样的文化底蕴和故事呢 来吧跟着彭宇一起来感受一下 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柳氏民居 位于沁水县西南方向25公里处的西门兴村 目前村里仅有50多户人家 别看村子不大却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古村落 村中百姓几乎全部姓柳 而村中的柳氏民居更是见证了这里世代传承的历史变迁 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座古朴建筑的讲究之处 从其选址布局中就可见一斑 柳氏民居是一块风水宝地 此话怎讲呢 就彭宇现在所占的这个方位 您往东桥 叫做三台左报 您再往西桥 这边是九港环右 九条深港环右 将我们的柳氏民居放在怀报之中 您再往南桥 往南桥是杭乌拱翠 什么叫杭乌拱翠 太杭山和王乌山的交汇点 就在柳氏民居的正南方 同时柳西河是川居而过 难怪群山环抱中的柳氏民居流传这么一句话呢 站在柳府往外看 只见山水美如画 站在山外向内看 不见深山有人家 隐居山林的柳氏民居中 会有怎样的瑰宝等待着彭宇挖掘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跟尹强一样有一个疑问啊 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 他生于河东 死于柳州 那么为何会在净城的庆水县 这么一座小山村里面 出现他柳氏后裔的民居呢 来到老柳家做客了 你得请述咱们老柳的家人呢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 我们叫柳大哥啊 其实呢 刚才跟柳大哥已经聊了好半天了 柳栓柱西门新村柳氏第二十一代传人 第二十一代传人 那您对我们这柳氏民居应该了如指掌了吧 对 这都一部分 那您今天就带我们大家伙呢 好好地聊聊咱们柳氏民居的故事 来到民居门口 首先看到的就是官地庙 供奉着官老爷的塑像 可在一般的民居里面 这样规模的官地庙 还是比较少见的 难怪彭宇就有疑问了 其实我来这儿呢 我特别的好奇啊 柳大哥 咱们这柳氏民居里头有官地庙 这怎么解释啊 这个因为我们是从云城那边窃过来的 我们这柳氏呢 和黑的官公司老乡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来到这个也把官公窃入了 那当时你为什么要从河东签到 咱们进城庆水啊 因为柳总宇啊 我们的主席 柳总宇啊 造别之后 而往八十嘛 一共什么造他来 而往八十嘛世界 他造别了 造别的时候 皇帝给他留着一块吃饭 中秋到中 黄昂十一 就是在中秋山这一块 附近你可以学一块地方 留下来桑葱 柳总元被贬永州司马后 担心祸及家人 于是传书家中 还恩十一中条道中 五谷为生 耕读为本 于是柳氏后人便恪守祖训 隐居此处深山 曾经听堂光调的柳氏家族 暂时淹没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这么说来 柳宗元本人并未在这里居住过 这里呢 是其后裔的居住地 接下来呢 就要跟着柳大哥 好好地感受一下 柳氏民居的整体风貌 这里我们柳氏啊 它这个建筑终极放三个步骤 咱们现在走的这是公共建筑 民居中的公共建筑 包括观地庙 奎兴阁 真武阁 柳氏祠堂 文庙等 这个王昌阁后边一个排放机 那是共民建筑 第二个建筑 从永庆王王后 那就是一进十三月的民居建筑 就放这么三个步骤 柳氏民居为典型的 明清城堡式庄园建筑 它依托北山 启示座凤凰展翅 南北长84米 东西宽48米 占地面积4032平方米 总计房屋114间 原建筑有13座院落 现仅存四座 大部分皆为清代建筑 除了排坊街里 两座实微排坊 是明代所建 其实柳大哥 我特别好奇 咱们柳氏后人 肯定当时有很多杰出的人才 那为什么柳氏后裔 会在这个小山村里面 隐居600多年呢 柳家沉寂了600多年之后 到了明代又重新复兴起来 宁永乐四年 柳氏后人柳琛 殿氏三甲 智文刺童 晋氏出生 为光宗耀祖 大兴土木 建宅于西门兴村 这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柳氏民居的雏形 而接下来 朋友要去的 就是存有著名的 两处明代排坊的 排坊街了 这里可以说 相当于是柳家的名片了 而这两座船式的排坊 虽算不上最高大气派 但却最有教育意义和儒雅气质 这是第四代刘鹿 王正学得特别好 他考的时候中了金色 中了金色 中了金色以后 随到皇上的家缝以后 登柜船坊 这是皇上允许的 你们家可以立这么一排坊 特别的是第七代刘鹿充 清云节物 这里的石排坊 完全是仿木结构 不同于常见的 真结排坊 功德排坊 柳世民居的这两座牌坊 是成贤牌坊 取义 学到吃鱼便是贤 至近有450年的历史 虽然因为历史原因 柳世民居现存的部分有限 但这其中隐藏的瑰丽宝藏 还是不计其数的 其中更有柳世民居的三角 等待彭宇的发现 这本柳大哥已经提出了 第一个问题 他里面还藏着我们柳家的一个宝宝 你能找到什么 找到他的奥秘了 就是说这个牌坊 藏着咱们柳家的宝贝呢 对 已经成了国宝了 在彭宇找寻答案的同时呢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跟我们互动起来 关注我们文旅大发现的官方微信 大家一起来找一找 在我身旁这样的牌坊中啊 到底隐藏了柳世 什么样的传世之宝呢 虽然年代久远 食材已风化疏松 但这八头十师却还活灵活现 一位古代知识分子 从求学到仕途的八个人生历程 从翘尾巴师 到老实师 再到安分守己师 出人投地师 金榜提名师 寻求靠山师 坐享俸禄师 浣海沉浮师 各个都是栩栩如生 寓意深刻 还真别说 还真不一样 八个一个一个样 这是八个教化狮子 学过 十二个教化狮子 金有的八个狮子 教化是哪个教 教育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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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化的化 教化狮子 没错 以八只教化狮为代表的柳世雕刻 正是这里的第一绝 柳大哥说 这每一道门楣 窗龄 栏杆 飞檐上 都有着众多雕刻精美的文饰 可以说千姿百态 气势恢弘 而刚才所见 仅仅只是个开始 只能代表一步 往一会进去里边 拽雕 石雕木雕 就学习 还有是吧 就是砖雕 木雕 石雕 都在一块都有 都有 这个是永庆门 永庆门 就是最近永庆门 就是我们一定 十三月的主席 书写着河东世家的永庆门 随时向来宾 宣告着柳世家族的发源地 而永庆门 也是柳世民居中的 一个重要分界点 过了这个永庆门 大家伙呢 就正了半井的 来到了咱们柳世的民居了 就是日常 咱们柳家人 居住的地方 其实就在几年前 柳世后人 还是居住在这里的 可以说这里有着柳世族人 世世代代的生活记忆 仅仅是柳世民居建筑的一部分 原来一些老房子 我小的时候住的那时候 已经柳房插楼了 都已经拆除了是吧 那些小花园呀 那些都建筑 一些一直管河亭 还有一大部分 已经毁掉了 现在还留了七八个月 现存完好的建筑 就坐落在石板铺就的宽阔街道上 街道两旁现存 司马地 中县地 行妖天宠 唐购幽昭 河东士泽等府邸 这些庭院建筑 行至大致相仿 皆为四合院士 而柳世民居的第二角 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在 柳大哥接下来 要带彭宇去的地方 司马地 司马地就是想定着 这个院子里的最高的柜院位上 在这个院子居住的柳世后人 这个柜是司马 司马对 还我看这个斗拱特别的好看 这和黄拱一别一样 故宫 为了不跟故宫 一区别来 中间来了一个 黄粮 下边三长上边的柳上 放开了 也就是说咱们柳世民居 能够找到皇家建筑的影子 对了 这很考虚 是吧 这个门楼 可是高达九点六米呢 绝对标记着主人的身份 这在我国民居中应该算是最高的门楼了吧 完整宅地的大门 均有牌楼装饰和实施十股乡镇 柳世民居受其书香门地影响 府院建筑的创意及文化蕴含 都达到很高的水准 这就是柳世民居的第二角 而这一绝二绝 在司马蒂 一进门的华丽影壁上 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你看 在这大门里一个影笔 外边一个叫照片 这个影笔上就明显的体系 是塞调工艺 上边是木调 中间是转调 下边是石调 这石调 这是万事不知头 这是木材化 相对叫富贵 这是如意图外 万事如意 合成一句话 就是为之如意 露露通 这个令语的声音是 去他的协议叫露 哦 露 露 嗯 明白了 这是石调 这转调的 这是一个品质 一瓶烈话 这是诸杰 一瓶庆烈 结结构 上边呢 木调中间是木调话 繁华世金 就是一瓶庆烈 结结构 为之如意 露露通 这个太讲究 这里东西南北四座大房 都是两层建筑结构 是典型的四大八小文化世家四合院 沉浸其中的鹏羽 在这民间艺术殿堂中目不暇接 而其中每一块小小的雕刻 都可能蕴含深刻而独特的寓意 柳大哥说 正是民居中多达百余块的故事木雕板 不仅精美绝伦 寓意丰富 而且还没有雷同 就是生命生长的过程 各大院落的窗花图案就多达四十多种 各种石雕有上千块之多 无处不在的木雕骨客 体现着柳氏家族的审美情绪和价值观念 其实深厚的文化底蕴离不开家训的传承 明末西门新村遭兵货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不过到了清乾隆年间 这里又再次兴旺起来 实现了柳氏从官到商 在由商到官的第二次兴盛 由官到商 说了经商了 柳春芳 整个柳氏后组当中 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柳春芳父子 将运程的路沿 做到全国做得非常大 经商之后 也帮助了很多人 这就是 为商不罢 有钱不欺 随后柳家重修了词 祠堂等 并建造了富丽堂皇的中县地宅院 西门新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而建筑等级如此之高 说不定也和柳春芳在清朝军务紧急时 曾捐赠大量军饷 与朝廷关系密切不无关系吧 除此之外 柳氏民居的布局之中 其实还另有玄机 这本儿我们的网络主播就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又有影墙来出来给大家探探路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院子 叫做唐购幽招 在这个门口设的这个牌子上我们看到 在这个院中设有天罗地县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 在如此文化底蕴深厚 书香门第的柳氏民居中 怎么会有这样天罗地县的防御工事呢 又到一处院了 胖哥有一招 注意 刚我来 什么了 那是卸进 这现在是平安的铁子 过去是卸进 就是这儿是陷阱 对对对 您这 怕老夫的就给你掉下去 那您说您 大老远的过来做客了 你这大门口有个陷阱 这什么意思 你看上面还有铁罗地 这上面有铁丝网 这院是干嘛用的 你不是不光住人 还有割宝物的地方 割宝物的地方 这是藏宝阁呀 难怪防御工事如此严谨呢 那到底藏的是什么宝物呢 皇帝赤的宝剑 柳氏后族历史上有皇帝御赤的宝剑 对了 就存放在这个院子里 老柳家是讲的就好 怎么样 这柳氏民居的布局绝不绝 其实啊 柳氏民居还有一绝 更让人叛为观止 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中 竟然存有许多名人丹青 大家莫宝 家训悲节 绝对是一个艺术的殿堂 我听说咱们这除了这个雕刻 非常的精美之外 还听说咱们柳氏民居啊 是一个艺术的宝库 里面有很多大家和名家的作品 你给我们大家给我介绍一下 对对对 我们就持过设计 设计在这里 这个是五道子的一幅协调画 五道子的一幅画 哦 这是有讲的是幽生于和他的十大弟子 说明这是王子之者 这是图画 近名人书画碑就多达四十余通 特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明代书画家文征明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书法碑课 在我国北方也少见 这个偏远的地方 却完好的保存着 朱熹的 朱熹的书 朱熹的书 哎哟 这是他真迹临摹的林克的吧 为什么咱柳世民居里头会有这么多的名家作品呢 当时柳世就是信学于人嘛 他注重文化 注重文化作品 所以说他在全国各地清新 名人书法家里 留下墨基 以教育后代 发扬自己的家族文化 明白了 如果把村落比作家人 那么建筑就是他的容貌和身材 而深藏在建筑里的丰富内容就是灵魂了 而柳世民居就是这样一位绝代家人 幽居在空谷 柳世民居给朋友的感受留下了三角印象 首先第一角是他的雕刻工艺 砖雕木雕和石雕非常的精美 还有他的建筑风格 跟皇家是相像相仿的 这是一绝了 那么最后一绝就是他的文化宝库 艺术瑰宝 非常非常的有价值 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文化财富 指导着柳世后族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不停的向前发展 各位有时间 不妨来到柳世民居 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底蕴 对待会儿的文化 未经许是1月8月1月8日的歌迷